香港中环区 高级商业大厦林立 其中不少地标建筑是香港质地的项目 百年品牌香港质地 除了在香港拥有大约45万平方米优质物业 在大中华区以及东南亚多个城市 已持有大量商业以及住宅项目 借着一带一路策略的发展 公司行政总裁彭耀佳认为 无论是质地还是香港 也将会有更好的发挥 我们主要在东南亚 就是说海上知识之旅的区域 我们公司已经在菲律宾 在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等等都已经有投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刚好 又是在说这个地区 一带一路是会更加给我们有信心 在这些国家投资 和见到这些国家会有快的增长 其实一带一路是可以带很多机遇 就是给一些香港 甚至是一些泛亚或是国际公司 在初期一定是一些基建 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 他们很多是缺乏基建 所以首先好像机场 道路 铁路 运输系统 码头 这些是他们需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些基本的基建 他们根本做不到出口 有了这些基建之后 当然就是多些贸易 接着就是会消费 因为当钱多了在一个社会里面的时候 就多了很多消费的机会 变成一般的市民 他们的消费能力会提高 那里也有另外一个空间和商机 其实香港在所有这些范畴里面 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香港本身自己 无论是做基建 工程 都有很多很多专业的人才 很多不同的人都来香港做一个他们的企业 就是支援亚洲的发展 所以香港已经有这么大的资源中心 还有这么多这些专业人才 他们个个都可以声援和支持一带一路的工作